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老百姓抓坏了 那不挺好的吗 还有人他说 还想当科学家 被老百姓做贡献 还有人想当医生 被老百姓制定 那老师问不问你啊 问了 我说我想当老百姓 让大家为我服务 你还笑啊 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你再看看你 别拿我跟别人家孩子 咋的啊 你还不让说呗 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的 植花稀不同 就算种那么开 那也是平等有问题 你小小 你种的芝麻 它能长出习锅吗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要跟你离婚 姑娘你跟谁 妈妈你还不如时间 我要后天 也要后妈呢 你什么意思啊 别占那人们 那箱高了 男人就好比这袜子 人家来都一个味儿 你以为换张脸就不一样了啊 你到底想说啥 你把年了 该干啥干啥去吧你 好 好 找我 找我 来请他 喜欢买手心 给他 喂 喂 老板 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来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这一天 看个西游记 你是又蹦又跳的 来你别躲 我问问你 那唐倩 你说他怎么不自己 鞋本经书 轰了轰了环境 反正他也看不懂 皇帝也不少 他不仅看经书 还看熊熊马 那宋悟空拿他手机去不就完了吗 那可不行了 这一路上 我还得冲上烈呢 那你说 有点那么多问题 我最后问一个 行了你问吧 那你说那宋悟空咋吹口气 那腰不就晕了呢 那猴子五百年都没刷牙了 吹你一口你试试 对不起 我打扰了 我要你东南的口鸭 你买了吗 买了 花露三十呢 那剩下的 就当跑道费了啊 你啥腿这么贵 你才封火骨了吧 你俩这么小戏呢 给 找你七十 我这不有东西吗 嗯 给 给你三十 你把那一百环果 哈哈 你有零钱你不早说啊 给你 你俩这这算的不对吧 不对吗 我也感觉好像吃点啥呢 来我帮你 我先给你了一百 又给你了三十 是不是已经共一百三 哦对啊 然后只给我了七十 中间是不是差六十 嗯 是差六十 那你这口鸭活到我钱买的 三十啊 那你是不是得再招我三十啊 我怎么还 对吗这样 差不多对啊 死了 吃饭吧我都饿了 你今天是不是开支了 哦 你四千 我四千 一会转给你 妈妈我想吃榴莲 你七千 我一千 妈妈 今天是一百 是不是也坏了 你七千五 五百 今天定盘 是不是也不太好使 啊 一百 我一百加油 一百够吗 够 五够我再给一点 够了 这个一个很好 啊 啊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雕 你变着六张我吧 我闺女都开上雕了 我都没有 妈妈呀 好看的皮脑 千千一 就是这灵魂 万里秋一 我问你啥意思啊 我让你爸给我买雕 不行啊 你不知道赖哈妈和秋妈 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知道啊 有啥区别啊 赖哈妈呀 不但长得丑 还想得美 走开 有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 蛋糕呢 给你老板送去吧 我让你九点钟之前送到 现在几点了 八点七十五 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告诉你了吧 让你写张条生日快乐 你写了吗 你写了 你写了啥呀 我写的是张条生日快乐呀 我老板在张条啊 那我哪知道 我冷得跟你说 老板刚才发消息了 但我明天都不用去了 那后天去呗 后天都不用去了 那一下放双手啊 哎呦你妈 哎呦我的妈呀 我看我以后都不用去了 咋的一下子过年假呀 你俩去下楼买四个馒头回来 别忘了看见卖西瓜的买一个 哎呀回来了 馒头 这怎么就买一个呀 不是你说的吗 月肉卖西瓜的买一个 那剩下的钱呢 你妈妈听我说 刚才呀 我们家回来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卖帝王线 那你就是把剩下的钱买帝王线了呗 跟我说 刚买的那种鞋子 我给你买吃的 怎么买的 哎呦你就是没买的 买啦 只要是我老周子看了这东西 只走是我老周子 你帝王线在哪里呀 哎呦你跟我说 刚买完我爹就跟我说 他从来都没吃过电话鞋 那意思是你把电话鞋送给你爸了吧 那他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怎么办呢 那我咋办呢 你就不管我了吧 我咋能不管你呢 所以呀 我当时买完我就退了 会吧 这很公平 我不给他我也不给你 哈哈哈哈 妈妈 你这么说 哈哈哈哈 你这么说 你 有些人哪 可真有意思 成天围着别人的媳妇转 长得你好像没媳妇似的 别着急呀 等二毛书生们 要是个男孩 你不天天围着别人老公转吗 那还用你说呀 到时候 我一定好好培养他 让他天天和你斗智斗勇 你想想 你还能有几分胜算 算起吧 知道怕了吧 我告诉你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的意思是 我三分能拆 拆上七个零件 你是不是忘了昨天的事了 咋的 你又想干啥呀 我这六三句话 今天不用你学 你读明白就行 我 你这多少有点侮辱我了啊 明明 明明白 白白喜欢欢欢 不错 继续 人要是行 好好行 一行不行 好好不行 哎呀 真不错呀 没难度呀 那当然了 三 小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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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东西 对 咋不对呢 你等会我再来一遍 小偷 偷 妈妈 你又不然先亮会了 因为实在不行 你让大家等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